美匯指數在93.1,隔晚是勞工日 所以美國假期,外匯市場或商品市場相對比較淡靜 美匯繼續持續反彈 大家可以留意股市及S&P的VI指數,設有所謂的恐慌指數 上星期美國見到美股很明顯下跌 VI指數上到37.1 近三、四個月以來的新高 慢慢回落,但也是脫離過去三個月的平均值 即是25個位置 屬於較高的水準,仍然是30 如果VI指數在30以上 一般我看到美元都會持續反彈浪 即是美金有機會在92.8至93水平 都會繼續有支撐 這個很大原因地是會連繫和Corelate 回到美股或其他商品市場或其他風險市場的 風險維納的關係 暫時在VI指數,即空間之外看 美元仍然會延續反彈浪 另一邊商,就是金價方面 由於避險需求低了一些 或其他獲利回套的盤 在ETEC或期貨上高 我們見到過去一個月 都持續走一個敏感三角營 它的三角營是向下趨勢走的 暫時看到支持位分別在1920和1905的水平 如果一旦金價失守1905美元1安市水平 整個敏感三角就向下突破了 有機會像上次那樣 會下回160、1500 今次會再低至1800 所以今次的三浪期刑底位 今次是較為信仰市更加重要 所以投資者或是有買賣王的投資人 應該是更加留意著這個星期的發展 我也是發展的 如果非常理解,可疑不應該頂悔